大家好,欢迎回到大雄新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雄 今天咱们继续聊聊伊朗的内务大清洗和克里米亚军港的大声 事情还真是扑朔迷离,咱们一个个的慢慢捋 保证让你看个明白 先来谈谈伊朗的情况 事情都从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被刺杀说起 7月31日,这位不幸的领导人被炸得粉身碎骨 事件有两个版本 一个说是导弹袭击,另一个说是特工遥控炸弹炸死的 你说,这特工篇情节的新闻谁不爱看呢 于是昨天,大家伙都在传遥控炸弹的版本 这一下伊朗政府慌了 觉得自家后院起火,赶紧开始大清洗 怀疑内部有内奸 有内奸,那是肯定的 你看哈尼亚被暗杀的地点,离伊朗总统关底才150米 这么近的地方,以色列特工都敢动手 分明就是在挑衅伊朗总统哈梅内伊 以色列这首杀鸡镜猴真是高明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 以色列特工竟能通过遥控方式引爆哈尼亚卧室里的炸弹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伊朗的防卫简直成了筛子了 一点防不住啊 伊朗国内现在是人人自卫呀 互相猜忌伊朗革命卫队内部更是乌烟瘴气 已经有数十人因此被捕 要是找不到内奸 这清洗还会继续 以色列的特工组织真不是吹的 玩的一手好牌呀 伊朗被以色列渗透的这么厉害 简直不敢想象 以色列这手逼得伊朗胆战心惊啊 伊朗革命卫队的官员透露 目前伊朗革命卫队内部陷入了互相指责的局面 彼此之间的信任早已荡然无存 这也难怪啊 毕竟啊 在这样的环境下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怀疑的对象 为了找出内奸 伊朗政府不惜一切手段 甚至连革命卫队的高层也未能幸免 伊朗国内的气氛简直可以用剑拔弩张来形容 不仅如此 伊朗的经济也受到严重影响 由于内乱不断 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 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随之波动 伊朗国内的物价飞涨 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 经历问题进一步的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使得伊朗政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伊朗政府特切需要找出内奸 以恢复国内的秩序和稳定 这一切的背后 以色列的特工组织却显得格外的冷静和自信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以其高效和精准而闻名于世 他们的行动计划周密执行力强 这一次他们不仅成功刺杀了哈尼亚 还成功的挑起了伊朗的内乱 进一步削弱了伊朗的实力 这一系列的行动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以色列的强大情报能力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另一个热点地区 昨天有媒体报道 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军港搞出了一件大事 成功击沉了一艘俄罗斯的击落机潜艇 还打击了俄军的S-400的防空系统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声明 在萨瓦斯托布尔港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 东河畔罗斯托夫号潜艇遭到袭击 当场沉默 乌克兰方面还表示 这证明了黑海内 俄罗斯舰队没有安全的地方 要知道 1400防空系统受损 这倒也不算什么大性能 毕竟 乌克兰之前也打击过不少次了 让这个系统屡屡的受创 真正让人跌破眼镜的 是这次潜艇被击沉 这潜艇一般都是在海底溜达 乌克兰竟能发现并击沉它 实在是匪夷所思 要实现这点 乌克兰军方需要三个条件 发现潜艇 持续跟踪 有效打击 以前还没听说过 乌克兰有罪能耐 这次能成功 估计是得到了F-16战斗机的帮助 咱们再来看看这艘潜艇的背景 这可是价值三亿美元的大家伙 还能发射口径导弹 这潜艇冒着危险 跑回塞瓦斯托贝尔港 肯定不是送补给的 最大的可能是准备发射导弹 打击乌克兰 尤其是乌克兰的F-16战斗机 此前网上传言 乌克兰的F-16战斗机 部署在奥德萨机场 俄德斯誓言要摧毁这些战斗机 克公新闻秘书和扎罗瓦甚至放花 所有到达乌克兰的F-16战斗机 都会被击录 拉到收费站 一卢布一公斤处理 看来啊 这潜艇就是想悄悄的在海底发射导弹 打击奥德萨机场的F-16 没想到反而被F-16先一步击缠了 真是偷机不成18米啊 这次的较量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 周廊妙计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 乌克兰这次可谓是战尽了先机啊 不仅保住了F-16 还成功击沉了俄罗斯的潜艇 这场戏啊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为了更好的理解这场较量 我们呢 就要深入了解乌克兰和俄罗斯在黑海的对抗背景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黑海一直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俄罗斯通过吞并克里米亚 掌握了黑海的战略要定 试图控制整个黑海区 然而乌克兰并不甘心失败 他们不断的进行军事行动 试图夺回失去的领土和尊严 在这场对抗中啊 乌克兰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 尤其是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援助 使得乌克兰在装备和战术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乌克兰军方引进了先进的F-10战斗机 并不断的训练飞行员 以提高空中打击能力 而俄罗斯方面也不甘失误 不断的加强在克里米亚的军事部署 试图遏制乌克兰的反攻 这次乌克兰成功击沉俄罗斯的潜艇的事件 再次证明了乌克兰军方的实力和战术水平 要想在海底发现并击沉一艘潜艇 绝非一世 这不仅需要先进的雷达和声纳设备 还需要高度的战术配合和精准的打击能力 乌克兰军方能够做到这一点 说明他们在军事技术和作战能力上 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当然乌克兰的成功也离不开西方国家的支持 美国和北约不仅提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 还在情报战术和训练等方面 给予了乌克兰极大的帮助 可以说乌克兰的每一次成功 背后都有西方国家的影子 这也让俄罗斯感到极大的压力和威胁 他们不得不在黑海区域加强防御 防止更多类似事件的发生 然而俄罗斯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 在黑海的战略利益 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来说 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更是他们展示国家实力和维护国际地位的重要象征 为了保卫这一地区 俄罗斯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动用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最精锐的部队 克里米亚的争夺注定是一场长期而激烈的对抗 在这样的背景下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每一次的交锋 都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神经 各国媒体争相报道 分析师们纷纷发表见解 试图预测这场对抗的走向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他们更关心的是这场冲突对生活的影响 战争不仅带来了破坏和伤亡 还导致了经济的不稳定和社会的动荡 无论是哪一方的胜利 最终受害的都是普通百姓 总的来说 伊朗和克里米亚的世间 都展示了当前国际政治的复杂和紧张局势 各国之间的博弈和对抗 既有军事上的较量 也有政治上的斗争 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 各方都在竭尽全力 采取各种手段 这场国际棋局谁能消到最后 还很难说 但可以肯定的是 每一步棋都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好了 今天大雄新闻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尽兴 我们下次再见 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国际新闻和独到的分析 记住 关注大雄新闻 了解世界风云变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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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